嗨嗨,我是卡叔,我要离开YouTube了 因为一直有些掏片在掏我的流量 我现在无法做杀去了 说笑了 开始演战模式,最近一直没有出片 其实就是想讲这件事 但重要的是,我觉得要演战慢慢讲 所以就一直在准备,另一面在逃避 想家想家,然后就去打游戏啦 然后玩了一下Cyberpunk 2077 就直接玩了我一个礼拜了 真的好好玩,非常喜欢 答案还没完的,赶紧去玩一玩 现在还有搬价优惠哦 结果还是强化短说吧 现在的我,不想拍影片啊 也没有了,以前拍影片想要搞笑的快乐 这个情况是从方舟末期的时候开始 那时候打完文案,录音都准备好了 当时都是不想拍成影片 觉得不够完美,觉得自己打得不够多 觉得自己不够喜欢游戏 慢慢这份工作要准备的内容 开始成为了我的压力 可能因为我版的都是有大量内容 需要准备的手游吧 别人都可以玩得很开心 又可以出影片 就我一个觉得出影片很麻烦 真的是个麻烦的男人 但如果太过简单的东西 我又觉得好像不用拍也没有关系 这加上玩其他游戏 好像魔物猎人啊 Apex等等 就比较少更新啊 我觉得如果再多餐一两年的话 可能会有蛮多工商去找我的 今年其实也有很多 但是我不想再过这种生活啦 当YouTube的这四年 我都是单人模式度过 以前会觉得自己一个生活很棒 不用出去上班很爽 但是过了四年多同样的生活 真的是非常的直默 无敌是多么寂寞 如果我很会分配时间的话 是时间管理大师的话 我可以把YouTube工作和社交生活处理的同样好 但是可惜我不是 我就只会100%全神关注在某一个领域 YouTube更加加剧了这个问题 因为流量等于钱钱 没有流量等于没有钱钱 都交不了房租 就会饿死 因为我不努力一直去做YouTube 就会被淘汰 所以过去几年的情况是这样的 做得很好很好 然后累了都直接去玩玩玩玩玩 反倒流量不够又回去赶影片 基本上一直都是这样度过的 问题在于我是一个全职的YouTuber 如果全职去做的话 那我就不得不去做一些有流量的东西 为了活下去一直追赶 简称YouTube Bitch 而我不想再当一个YouTube Bitch了 被YouTube和流量捆绑 没人没有物质可以束缚我的灵魂 人长大了 追求的东西也不一样了 以前可能想要在YouTube 藏一番成绩 其他东西可以通通不管 但现在的我想要有更多的实践 去和其他人建立关系 去多认识不同的东西 去读一下好久没读的书 所以我不做YouTube啦 至少不做全职的YouTube啦 那时候会做完11月后 就结束YouTube生涯 但是在做完之前 还是有些目标和事情想要达成的 首先都是还差5000人 就可以有10万订阅 10万的银盾还是想要的 如果再多碰两款手游的话 是有可能的 而且也会做一些充元气的活动 例如旅装卡熟 还有歌回 还有什么东西你很想看卡熟做的 你又觉得很有趣的 欢迎留言告诉我 方舟也好嘛 梁也好 又或者更久的游戏 只要好晚的都可以 我觉得都要大结局啦 就不要隐藏自己啦 想干嘛就干吧 不过可能最后看的人很少 就直接没有东西做啦 哭 另外台湾我还有很多地方还没有走完 所以可能每个礼拜都会去一些地方走走 如果你们有什么建议很推荐我去的 都欢迎留言告诉我 如果想跟我一起出走的话 也可以私讯我啦 我也想找人跟我一起玩 因为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回来了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我最初其实还想要 一边工作每个礼拜出一片的形式去拍YouTube 但是我觉得不太可惜啦 因为卡熟也准备搬去一个新的地方生活 应该有很多东西要适应和磨合 还有要给一些时间自己去学习增进一下自己 所以很有可能在短时间内还是无法出片 老实说我对新生活是蛮挖苦挖苦的 因为其实我很喜欢去一个新的地方冒险 其实我根本都是升错时代啦 如果我身在大航海时代 地图还没有开一定超级爽 现在大航海时代一开始就挂了 那如果你还想要以后追看的话 在留言字顶会有新频道的连结 名称我还没有想好 大家有想法吗 快就 另外其实卡熟的初心 是想做游戏实况组的 但是最后走着走着都变成首游戏的YouTuber啦 所以如果流量压力不再是负担的话 我会回去做实况系列啦 虽然我实况又没有效果又挺慢的 可能最后剩十几个人看的话 如果直播的很开心我也没差啦 如果还是想看游戏实况的话 请加我的图期台 我以后会再图期开实况 这边的话就有机会放精华或者远片 如果还是想看的话感谢大家 如果没有想看的也感谢大家 因为你们都看到这里啦 谢谢大家的支持 donate 留言 按赞 几乎每一个留言我都有在看 有你们跟我互动 让我的YouTube生涯觉得 我做的是有意义的 有帮助到源的 感谢你们 其实还是会去讲双指碑啦 就是这样 你学会了吗 留言告诉我吧 我是卡熟 我们下集再见 再见 那 啊